第75章 羌翼 教方司 影眉小格 许其安坐姿慵懒地倚靠在锦榻 打羹人的差符挂在椅背 宽敞的室内 六名武器翩翩起舞 轻薄的纱裙下 纤细的蛮腰款款摆动 许其安的背后 一名丫鬟在揉肩 他的腿搭在另一名丫鬟怀里 让他捏腿 花魁娘子穿着华美繁复的长裙 琴手微锤 专心致志地弹琴 偶尔抬头看一眼乐不思蜀的许其安 一炷香后 琴音消散 武器们退出屋子 俯乡盈盈起身 在铜盆里敬手 幽怨道 杨公子原来是打羹人呀 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许其安低头完手指 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花魁娘子提着裙摆上她 坐在她身上 双手按着结实的胸肌 笑容妩媚 喜欢的 许其安之所以掉头来叫方思 主要是距离近 绝对不是因为勾篮吃饭 听取要好几钱 而在这里 福香给她免费 我和九号的聊天内容 陆浩怎么知道 三号碎片被封禁 所以无法接收到其他碎片持有者的传信 但其他持有者可以看到 这地书是古代版的QQ群不成 早知道 低血认主后 我就挨个儿地加好友 当时有点被吓到了 只想着把这个烫手山芋抛开 天地会和地宗似乎有渊源 门派分裂 许其安的思路被打断 皱着眉头看了眼坐在她腰上 扭着团 秀眉脸蛋挂着春意 含蓄挑逗她的花魁 她有一双惹人怜爱的桃花眸 你在乱动 软坐就变插座了 许其安不悦道 几分钟后 守在外室的丫鬟们 就听见了紧踏搁置的声音 以及自家娘子极力忍耐的 断断续续的喘息 哎呀 大白天的就开始了 咱们先走吧 估计要到黄昏呢 跪月楼 鸾凤和明雅间 一名穿黑色浸装的男子 单手主刀 挺直腰背地坐在圆桌边 黑衣男人脸颊有一道两指长的刀疤 三角眼 浅褐色的瞳孔里 时而闪过胸光 给人一种桀骜狂徒的感觉 仿佛一言不合就会拔刀砍人 力气极深 她是打耕人衙门的死球 名字被当今圣上勾画过的那种 处刑日在明年秋后 今天忽然被一位金罗从死牢提出来 那位金罗告诉他 只需要圆满地完成一个任务 就可以将他放归江湖 找人顶替他死球的身份 这个说辞可信度很高 圣上勾画过的名单 通常意味着必死无疑 不可能被赦免 找人顶替才是正确操作 此类将功赎过的交易 在打耕人衙门屡见不鲜 他还没被抓住的时候 就曾经听江湖前辈说过 他的任务很简单 只需要做一场交易 但黑衣男人知道 其中必然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否则 如此简单的交易 何必找一个死球 黑衣男人接受这个任务 有两个原因 一 所幸是死 不如搏一搏机会 二 这里是内城的桂月楼 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等闲人不敢在这种地方闹事 这时 他听见雅间的门 传来嘟嘟两声 门没锁 进来吧 黑衣男人 嗓音低沉地回应 雅间的门被推开了 一名江湖客打扮的男人 躲不进入 披着灰色的袍子 半张脸隐藏在东帽里 裸 露出的下半张脸 下颌处有一层浅浅的清须 刚刮过的样子 双方警惕地审视着对方 就这身打扮 肯定进不了内城 八成是进了桂月楼 才偷偷换上的 桃子里可能藏着武器 黑衣人半不屑半警惕地想着 听见斗篷江湖客 嘶哑着嗓音问道 东西呢 黑衣人平静地凝视着他 淡淡道 我好像说过 这面镜子 我花费了五百两黄金 什么镜子特娘的 要五百两黄金 他在心里补充一句 斗篷江湖客 恩了一声 单手伸入怀中 摸出一打银票 手张的银票面值是一百两 虽然知道这些银票 最后肯定要上交 但财帛动人心 黑衣男人不受控制的眼睛发光 视线粘在厚厚一打银票上挪不开 镜子 斗篷江湖客 把银票放在桌上 嘶哑着嗓音说道 黑衣人把那面仔细端向过 没看出有什么神异的镜子 放在桌上 斗篷江湖客 微微抬了抬头 露出一双锐利如刀的毛子 凝视着桌上的镜子片刻 很好 交易达成 出了这扇门 我们从未见过 他拿起了镜子 黑衣死球 则两眼发光地把手伸向银票 突然 黑衣死球看见了江湖客左侧的斗篷 微微鼓荡 不好 他瞳孔宛如受到强光照射般剧烈收缩 想也没想 朝侧座翻滚 避开可能存在的攻击 任务果然没那么简单 幸好老子心里一直提防着 这是个高手 我不好硬碰硬 直接破窗出去 不信他赶在内城闹市区当街杀人 黑衣死球脑海里念头闪过 这时 他看见了自己原先坐着的位置 端坐着一个身影 穿着黑色的镜装 双手拄着刀 脖梗畜被利刃削平 碗口大的巴正喷勃着鲜血 嗯 黑衣死球心里浮现一串问号 紧接着 一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斗篷江湖客把银票收回怀里 沈笑一声 转身走出雅间 斗篷客离开桂月楼 骑上来时的快马 保持不紧不慢的速度 离开内城 离开外城 然后在关道上快马加鞭 马蹄扬起一溜尘烟 他狂奔了一个多时辰 前方出现一座茶棚 摆着三张陈旧的桌子 卖茶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翁 这会儿没有客人 老翁自己坐在桌边喝茶 斗篷客勒住马将 骏马尝思着扬起前蹄 于高速驰骋中停下来 斗篷客把马将系在路边的木桩上 左右看了一眼 走向茶棚 他取出玉石小镜 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 帮主 性不辱命 头发花白的老翁 结果玉石小镜 声音低沉 你带回来了一个敌人 斗篷客一愣 未来得及做出应对 便看见老翁挥了挥手 将他打飞 砰 到飞出去的斗篷客 恰好与一股锋利的气机碰撞 当场炸成尸块 鲜血泼墨般的四箭 老翁眯着眼望向关到尽头 一道挺拔昂藏的身影缓缓走来 他出现时还在遥远的尽头 几夕后距离老翁就不足百米 杨燕 你这只未轻衣养在身边的狗 老翁冷哼道 别多管闲事 面瘫的杨燕面无表情 偏要管 老翁勃然大怒 情绪说失控就失控 力声道 那就别怪贫道不客气 朴素的衣袍鼓舞 一缕缕黑烟从他体内一出 当空乱舞 发出森然淒厉的哭声 杨燕皱了皱眉 地宗修的是功德 什么时候会这些鬼魅伎俩 老翁脸庞凸起 珠网般的黑色血管 瞳孔涌现星红 魔气森森 嘿 频道送你 去问道德天尊 口中尖笑一声 漫天黑烟一边怪笑 一边扑向杨燕 杨燕面无表情 左右手互相对拳 砰 狂暴的契机 以他为中心 化作涟漪扩散 沿途卷起草屑和尘埃 最后撞到一层黑色的薄膜上 天空黑光一闪 呈现出一个润薄湿滑 宛如道寇琉璃碗般的大震 我这白鬼震 进来容易 出去可就难了 纵使你是四品五夫 也得生生耗死在这里 老翁声音嘶哑的 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 半空中 被杨燕契机震散的黑烟 再次重聚 杨燕皱了皱眉 这阵法与四天剑的阵法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四天剑的阵法 是借天地之事 可长久存在 道门的阵法 是以人力布置 无法长久 这个白鬼阵非常棘手 各大修行体系里 道门是原神领域的执牛而者 道门六品阴神 在古代也叫鬼叉 夜间勾人魂魄 主宰凡人生死 这白鬼阵就是类似的手段 武夫虽然也有魔力原神 但只是叠加防御 让原神变得坚韧 缺乏相关领域的攻击手段 我听说道门八品叫石器 可以驱使法宝 召唤天雷 不让我体验一下 杨燕面无表情 语气轻蔑 这就来 老翁又被激怒了 袖子里喷出两道血光 宛如血色闪电 杨燕不躲不避 任由两道血色闪电攻击 叮叮 两道血色闪电 仅是割裂衣衫 继而弹飞出去 铜皮铁骨 为什么不还手 老翁怒道 不满珠网般黑色血管的脸庞 异常猙獰 我在等我的枪 杨燕淡淡道 她来了 话音落下 天边一道亮银色的流星 划破长空 润薄湿滑的气罩应声破碎 流星划过之处 黑烟痴痴地蒸发 内部无法破阵 那就从外攻破 杨燕伸手握住长枪 一把银色的长枪 说完这句 她身影突兀消失 仿佛与长枪合为一体 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 刺向老翁 老翁血色的瞳孔里 那抹荧光一闪 不可抵挡 无法抵挡 那是百战不磨的枪意 四品五福的枪意 不 老翁张嘴吐出一枚 闪烁着血光和黑光的金丹 撞向长枪 金丹在枪意中化作积粉 老翁的身体 在枪意中搅成肉末 那抹银色的光芒 物质冲出数百丈 将一座山丘洞穿 老翁的身影 在半空中凝聚 半虚幻半针时 他愿读地盯着杨燕看了一眼 化作青烟顿向远方 杨燕弯腰捡起玉石小径 扛着银枪 转身往京城方向返回 黑烟顿出数百里 路过一座村庄 便停了下来 老翁的脸 在黑烟中若隐若现 盯着下方的村庄 阴神无法在白日里长期活动 没了肉身 实力大打折扣 无法应对 后续可能遇到的危机 老翁打算夺舍一具肉身 同时吞噬村庄村民的魂魄 滋补自身 有了打算后 黑烟鸟鸟鸟挪挪地扑入村庄 前一刻还生动逼真的村庄 下一刻便如水波般破碎 一座缭绕五色功德的气罩升起 将黑烟困住 阵法中央 穿着破烂道袍 五官深刻的老道士 盘膝而坐 清晨 许七安准时来到打耕人衙门点卯 等待帝叔事件的后续 不知道结果的话 他总觉得不踏实 临近中午 黑衣立员在春风堂 隔壁的偏厅找到了他 公声道 许大人 为公召唤 总算来了 许七安微微汗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